第227章 天价标亡 夏 喂 宣斌 你怎么把电话打到雷雷的手机上了 庄瑞说着电话 脑中浮现出秦宣斌的那张让人不忍亵渎的脸庞 虽然已经和秦宣斌很熟了 也隐约确定了两人之间的关系 但是 庄瑞在面对他的时候 总是不自觉的就变得正经了起来 很少和秦宣斌开玩笑 为什么不能给雷雷打电话呀 我可是通过雷雷才认识你的 对了 庄瑞 我听雷雷说 你中标的一块毛料切出了病种的飘花翡翠是吗 虽然秦宣斌电话中的声音如往常一样 不过 庄瑞还是从中听出一丝撒娇的味道来 不由心情大好 说道 是我和宋哥 还有马哥三个人一起投的标 料子还算不错 等会儿就要拍卖了 庄瑞心中已经隐约的猜出了秦宣斌打电话来的意思 不过这块翡翠料子不完全是他自己的 他也不好出言大包大揽 毕竟这二十块翡翠都是价值千金 庄瑞虽然送得起 却不想在感情里面掺杂进去金钱这个因素 秦宣斌听到庄瑞的话后 停顿了一下 好像在组织着语言 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 是这样的 庄瑞 我们家这次没有参加平州的独市大会 昨天我才听蕾蕾说起这件事情 我想请你帮个忙 留下两块料子先不要进行拍卖 我爹地早上已经从香港赶去平州了 估计再有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到时候会用不低于你们今天拍卖的价格 将那两块料子买下来 你看这样行吗 秦宣斌说完这番话后 心中也有些忐忑 他知道自己的要求会让庄瑞感到为难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他远在英国都知道了此次翡翠原石价格大涨的事情 家族中本身就缺少中高档的翡翠料子 错过这次机会 下次还不知道翡翠明了的价格会涨到什么程度呢 喂 庄瑞 说话呀 如果要是为难就算了 齐宣斌等了大约有两分多钟 都没有听到庄瑞的回话 以为庄瑞不肯答应了 心中不仅有些失望 其实他却是误会庄瑞了 这会儿 庄瑞压根就没有考虑什么翡翠料子的事情 而是在想着齐宣斌那句他父亲要赶来的话 自过都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喜欢 可是越丈老头看女婿那就难说了 宣斌 你父亲人怎么样呀 他知道咱们的关系吗 庄瑞没有注意秦宣斌刚才的话 而是把心里的想法问了出来 庄瑞 你在想什么呢 我爹地根本就不知道咱们之间的事情 我在说翡翠呀 远在大洋之外的秦宣斌知道庄瑞想歪了 不由气地跺起脚来 咱们之间有什么事情呀 难得有机会斗一下秦宣斌 庄瑞在电话里坏笑了起来 你 你赖皮 秦宣斌的话让庄瑞差点跌了个跟斗 他没想到秦宣斌居然会说出赖皮两个字 庄瑞知道秦宣斌的脸皮薄 他再说下去真的会生气 连忙出言说道 好了 翡翠的事情我答应你 等你父亲来到之后打我的电话吧 雷雷就在旁边站着 有什么温存的话也不好说 庄瑞和秦宣斌又聊了几句 问了一下他的归妻 就把手机挂掉了 递还给了雷雷 看到雷雷脸上挂着的笑意 庄瑞美好气地说道 笑 有什么好笑的 你和大川偷偷摸摸的都要结婚了 还笑我们呢 对了 这些料子你们不拍一块 要不要我也给你们预留一块 答应了秦宣斌留下两块翡翠料子的事情 庄瑞也不在乎多留下一块了 反正他们也是出钱买 想必宋军和马胖子会给自己这个面子的 不用了 昨天我外公筹集了一部分资金 应该可以拍下两块来 这次你可是要大赚一笔了 雷雷的回答 有些出乎庄瑞的意料之外 原本以为他也是想让自己照顾一下呢 没想到却是这个回答 既然雷雷家族要参与竞拍 庄瑞就转身去找宋军了 把这事情一说 宋军也认识秦宣斌 想了一下之后 就点头应允了下来 正如庄瑞所想的那样 反正又不是白送的 落个人情 没什么不好的 马胖子也没有什么意见 在听说秦宣斌和庄瑞的关系之后 还很大方的表示 可以按照拍卖其他料子的最低价 卖给秦宣斌的父亲 听得庄瑞直白手 他现在又没和秦宣斌发生什么失智性的关系 这种行为不免会让别人猜疑的 看到在鉴定那些毛料的玉器商人们 陆续都回到座位上 宋军知道拍卖马上就要开始 联盟找到负责此次拍卖的人 告诉他那十八块冰种翡翠料子 要留下两块来 东西是宋军的 负责人虽然有些意义 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组委会在最前面那排翡翠的后面 搭建了一个小小的台子 而此次拍卖会的拍卖师 此刻已经站到了台子上面 主持此次拍卖的人 还是昨天那位开标的主持人 嗓子依然还有些嘶哑 不过可能是由电视台来转播的缘故 精神头倒是十足 这话 正站在台子上 给众人介绍着此次的拍品 手里不知道从哪 找了一个拍卖的专用锤 搭配着他那一身黑色的燕尾服 倒也有几分拍卖师的模样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各位来宾 欢迎参加此次 由宋先生提供拍品 由我本人担当拍卖师的 本届标王翡翠明料拍卖会 此次参加拍卖的拍品 一共有十八块翡翠明料 其中十六块是冰种飘花料子 两块是油腥种的飘花翡翠 相信刚才朋友们都亲自鉴定过了 十六块冰种明了 每块的起拍价为五百万人民币 每次最低价价为十万 请等一下 抱歉打断了您的话 我想问一下 明明是十八份冰种拍品 怎么变成了十六份呢 台下的一个声音打断了主持人的话 要知道 少了两块明料参与竞拍 那可就是剥夺了他们两次的机会 这个问题 是台下所有预期商人们都很关心的 主持人笑了笑 指着坐在后面几排的宋军说道 我可是没有权利处置这些珍贵的翡翠 是宋先生临时决定留下第十七和第十八号拍品 具体的原因 请这位先生去和宋先生沟通一下吧 好了 如果朋友们没有别的疑问的话 拍卖正式开始 现在开拍一号拍品 冰种飘花翡翠明了 重41.35公斤 起拍价五百万人民币 有一项的朋友请出价 听到是宋军扣下了两块毛料 这些人都是无可奈何 这些翡翠是宋军的 卖与不卖都是别人自己的事情 谁都无话可说 而且主持人接下来的话 让众人的注意力 都放到了已经开拍的第一块毛料上了 只是在主持人喊出了起拍价之后 不知道众人打的是什么主意 一时间没有人出言报价 居然形成了小小的冷场 一号拍品 冰种飘花翡翠明了 取拍价只要五百万 有人出价没有 主持人到底是半路出价的 看到下面没反应 不仅有点急了 连忙又喊了一遍 可是下面依然无人应声 其实下面的这些玉器老板们也都在观望着 虽说现在翡翠原石毛料的价格大涨 不过国内的翡翠饰品价格还没有开始上涨 所以这种冰种的飘花明亮到底能卖到一个什么样的价位 他们心中也都没有底 所以才造成了现在这冷场的局面 我出一千万 就在那位主持人准备再吆喝两嗓子的时候 一个声音打破了沉寂 引着众人纷纷的寻声望去 寒假的却是一个年轻人 年轻的有些过分了 不过十八九岁的模样 右手举的高高的 生怕台上的主持人看不到他似的 这人是谁呀 这么年轻 有资格参与拍卖吗 一千万 这价格可是有点虚高呀 就是呀 小妈孩乱喊价 会不会是这料子老板找来的拖呀 看到喊价这年轻人比较陌生 肠内的众人纷纷议论了起来 很明显 这人不是圈子里的人 甚至已经有人在猜测他的来历了 一千万 这位先生出价一千万人民币了 还有没有朋友出价 要知道 此次拍卖 一共只有十六件冰种斑碎的拍品 过了这村 可就没这店了 一千万 有没有高过一千万的 见到有人出价 台上的主持人也兴奋了起来 挥舞着右手 不度的鼓动着台下的这些老板们 只是效果似乎并不是很好 这些常年和翡翠打交道的老板 个个都是人精 五百万人民币的棋牌下 第一口就被喊到了一千万 这难免让他们的心里 有些难以接受了 按照他们的想法 这块毛料的真正价格 应该在八百万左右 所以 主持人喊了足足有五分钟的时间 都没有人再行价价 一千万第一次 还有没有朋友出价 一千万第二次 最后一次机会了 一千万第三次 恭喜这位先生 依靠翡翠毛料 归您了 看到始终都没人出价 台上的主持人 很是有些不情愿的 把手中的锤子敲了下去 按照他的想法 这价格最好拉锯来个好几次 这才能放显他主持的功底 请这位先生来办理一下手续 这次临时举办的翡翠现场拍卖 原没有那些拍卖行来的正规 也没有给下面那些 有实力金拍的人准备编号 所以 这边垂落声响之后 主持人马上就让那年轻人 去办理手续 因为他也不认识这人 如果是来捣乱的 拍了不买 那这次拍卖就成了个笑话了 小伙子 这价可不能乱喊呀 你有这么多钱吗 就是 拍下来没钱买 可是要追究你责任的 谁带来的孩子 没规矩 听到主持人的话后 场内鼓作了起来 众多老板的矛头 纷纷直向了那站起身来的年轻人 不管怎么样 这第一块毛粮已经被拍出去的事实 是无法改变了 而那些准备在观望一下的老板们 心里多少也有些后悔 正像那主持人所言的 十六份拍品 拍出一个少一个 别人买走一份 自己就少了一份机会 哎 等一下再拍第二块毛粮啊 我还要买的 小青年走到一旁去办理过户手续的时候 还不忘冲着台上嚷嚷了一句 其嚣张的模样 狠得台下众人牙齿直发扬 却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来历 这小子搞什么名堂 在场的众人里 可能除了累累加厉的人之外 也就只有庄瑞知道这年轻人的来历了 不过他有些不解 为何魏子江直接就将价格抬到了一千万人民币 并且还没有与雷雷等人坐在一起 要说不是出于家族的授意 庄瑞是绝对不相信的 宋军对柜子江也有些印象 用胳膊肘碰了碰庄瑞 问道 庄瑞 那年轻人不是和雷丫头在一起的吗 是雷雷的表弟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庄瑞苦笑的回答道 按照他们先前的预计 前面几块毛料的价格估计在七百至九百万左右 没想到 第一块就排出了一千万的价格来 要是按照这个势头 但是这十六份冰冻毛料 就很有可能买出两亿以上的天价来 庄瑞向四周看了一下 没有发现雷雷 摸出手机就拨打了出去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原因 我外公就是这样交代的 电话接通之后 没等庄瑞询问 累累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下面的第二块拍品 冰种飘花翡翠原料一块 重四十点八斤 其拍价为五百万人民币 请有意思的朋友们出价 就在庄瑞等人有些摸不清头脑的时候 我一次将已经办理完了手续 坐回到椅子上 而第二轮拍卖也开始进行了 我出五百五十万 六百万 一千两百万 又是那个让人痛恨的声音响起 而且又喊出了一个让众人目瞪口呆的价格来 八掌 一时激起千层浪 一千两百万人民币 这又是一个让众人压去无声的报价 看着那小子高高举着的右手 除了庄瑞等人之外 在场的所有人都恨不得上去 好好地教训他一番 一千两百万 这位先生又叫价了 一千两百万人民币 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 一千两百万一次 别说这些在场的玉器老板们 就连台上的主持人 对卫子江都没有什么好感 你要喊这样的没错 可是你一点点的喊啊 一下子就比别人高出了一倍 这让主持人想展现一下自己拍卖的技巧和风采的机会 都给剥夺掉了 一千两百万第二次 一千两百万第三次 恭喜你 这位先生 第二块翡翠明亮 又将属于您了 啪 看到下面众人都没有再台价的意思了 主持人快刀斩乱麻的结束了这次竞拍 只是敲下去锤子的时候 心中稍稍有些不爽 庄瑞还是头一次发现 原来这些世家子们装起愣来 也有那么一点可爱 当然 此时昂首挺胸的去办理手续的卫子江 看在别人的眼里 那剩下的全部都是可恨了 有些人看着台上仅剩了十四块冰种的料子 心里似乎有点明白了什么 上百人争夺着十多块翡翠料子 如果一点点的把价喊上去 低于一千万 未必就能将其拿下来 这年轻人一口喊出了两个稍微高出了众人心里承受力的价格 却是很安稳的拍到两块翡翠料子 也不见得就是吃亏了 因为台上剩下的翡翠料子越少 竞争也就越将激烈起来 下面要拍的是今天的第三块冰种飘花翡翠明料 三号拍品总重41.02斤 其拍价为500万人民币 请朋友们出价 见到位子将办理好手续 并坐回到椅子上之后 台上的客串拍卖师 开始喊第三块翡翠料子 八百万 八百三十万 八百八十万 我出九百万 这次下面的喊价与前两次不同了 没有了开始的试探 第一位报价的人就喊出了八百万 约出底价三百万 而且后面的人也是紧跟不舍 很快的就将价格抬到了九百万人民币上 只是在喊到九百万的时候 所有人都停顿了一下 将目光放在了位子将的身上 那小子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双臂展开 在椅子上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 让众人的心咯噔一下提了起来 不过还好 他并没有出声报价 操 所有人的心里都对这小子竖了一个中指 恨不得将其报答一顿 而那位喊出了九百万价格的老板 心里也安定了一些 没有这个脚屎棍捣乱 九百万应该可以拿下一块肥碎料子了吧 九百二十万 可惜的是 事态并没有向那位老板心中所想的方向发展 时间还没有过去三十秒钟 一个新的报价产生了 九百二十万 这位朋友喊出了九百二十万的报价 台上的主持人这会儿 才感觉出一点主持竞拍的味道来 马上通过麦克风将最新的报价喊了出来 场内沉寂了一下 不过这更像暴风雨来之前的季节 果然 在主持人话音刚落 韩石珠宝的韩老板终于也开价了 我出一千万 也许这个报价在两轮之前可以震慑得住在场的众人 不过有了前面一千两百万成交的势力 韩老板这个价格并没有维持多久 甚至都没用台上主持人重复一次 就被打破了 一千零二十万 一千零三十万 我出一千零三十万 好 这位先生出价到一千零五十万了 还有没有朋友出价 主持人被节节上升的报价刺激的兴奋了起来 这才是他想要的吗 一千零七十万 我出一千一百万 似乎诸位珠宝公司的老板们已经意识到 想便宜拿下其中的一块毛料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价格逐渐的被喊高了起来 直到有人喊出一千一百万的时候 他们才发现 这个价格已经高出第一块翡翠拍出的一千万了 而那个一连拍到两块翡翠的年轻人 却是再也没有出言报价 妈的 这哪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家伙呀 简直就是只老狐狸嘛 所有人都明白了 这年轻人喊家的策略 那就是 一开始就用高出什么心理承受力的价格拍下毛料 虽然看似价格很高 但是 却规避了与别人竞价的风险 而且 现在叫出的价格 也不比他们的拍价低了 赵老弟 你那朋友家里有高人哪 从贵子将喊出一千万的时候 马胖子就猜出了他的用意 连他也不得不佩服 想出这个点子的人 两次喊价 都是底价 或者别人出价的一倍 这不仅要对翡翠的实际价值有个准确的衡量 也要对众人的心理活动作出判断 非是一般人能为之的 姜果然还是老的辣呀 庄瑞文言 不仅像坐在魏子江后面的一排 累累等人看去 那魏老爷子 似乎感受到了庄瑞的目光 回过头来 向他笑了一笑 其实魏老爷子 也是信有苦衷的 魏氏珠宝在香港 并没有多大的名气 只能算是众多从事珠宝行当里的一员罢了 和秦宣斌的家族是没法相比的 而且就在前几个月 他们在缅甸的赌食也以失败告终 不仅公司面临着原料匮乏的窘境 就连资金的周转也不是那么灵活了 所以魏老爷子才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亲自出马 参加此次的赌食大会 不过昨天拍下来的几块毛粮 也不是那么尽如人意 要不是累累的那块毛料赌掌 这次又算是鲨鱼而归的 而当中日的标王毛料赌掌以后 魏老爷子当即立断 连夜从香港的地下钱庄拆借了三千万 用于今天的翡翠金拍 还好魏子江表演的不错 用低于老爷子的心理价位拍得了两块料子 这足以让魏氏珠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不用再为了中高档的翡翠成品而发愁了 有的朋友看到这里会说了 直接高利贷参加拍卖 要是还不上怎么办呢 其实香港的地下钱庄 并没有那些古惑仔之类的电影里 说的那么夸张 大多都是用于一些生意人的短期资金周转 利息虽然高一些 不过也是借贷双方愿打愿挨的 话说魏老爷子回到香港之后 完全有时间 可以先用这其中的一块翡翠 或者自己的产业作为抵押 从正规的银行里 带出一笔款子 还掉地下钱庄借贷的 一千一百八十万 这位先生报价一千一百八十万 还有没有朋友开价的 且不说庄睿等人各怀心思 这次拍卖依然在进行着 价格已经被抬到了一千一百八十万 比之魏斯江第二次的拍价 也不过只少了二十万而已 看着势头应该还有人出价的 一千两百五十万 果然就在主持人话音未落之际 韩老板站起身来 喊出了目前厂内最高的一个价格 一千两百五十万 这位先生叫出了一千两百五十万的价格 还有没有朋友加价的 一千两百五十万一次 一千两百五十万两次 一千两百五十万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先生了 请您一步办理一下手续 最终 第三块肥斯料子 被韩老板以一千两百五十万的价格拍了下来 只是他心里确实有些苦涩 这个价位 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他的心理价位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国内的翡翠原料市场涨价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随之而来的 必定是中高档翡翠饰品的大幅度涨价 如果不趁着现在囤积一些翡翠原料 再等上一段时间 谁知道价格会被抬高到什么程度 虽然现在明知道有些亏 不过谁也说不准 这价格以后就是占了便宜呢 乖乖 老药 你们这三块料子就拍出了 我算算 一千加一千二 再加一千两百五 就是三千四百五十万了 这本钱已经回来一多半了 坐在庄瑞身边的伟哥 粗略的算了一下 不禁吓了一大跳 虽然他们家生意做的不小 但是也对庄瑞这吸金的速度吃惊不已 如果下面的翡翠料子 都能按照这个价格买出 即使庄瑞只占有三分之一的分子 那也就要成为一个转一万富翁了 庄瑞闻言之后 神思也有些恍惚了 他参加此次赌事大会 虽然就是为了钱而来的 不过 对于自己就将成为传说中的亿万富翁 他还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想想几个月之前 十多万卖出锅锅葫芦时的欣喜 和现在的心情 似乎也相差不多吗 难道说这钱多了 真的就只是一串数字了吗 当然 庄瑞也只能在心里想想 他要是敢说出去的话 指定会被伟哥和老四暴打一顿的 这两位啃老族 现在可是对庄瑞的成就 或者说是财富 羡慕不已 下面开始第五块匪翠的拍卖 就在庄瑞愣身这一会儿 第四块匪翠 居然已经拍完了 第四块拍了多少钱 庄瑞随口向身边的伟哥问道 一千三百八十万 伟哥的答案 让庄瑞的下巴 久久的没有合上 魏子江的行为 绝对是一时机起千层浪 谢谢大家